第三百四十四集 这么拧巴着 不难受吗 她看不下去了 伸手将枕头 从她怀里抽出来 强行塞回她脖子底下 还想从她腿中间 拽出被子 给她盖一盖 结果这一拽没拽好 把小丫头整个人 都给拽得翻了个面 这下完蛋了 这个面翻得 简直尴尬似 扣着趴在榻上 瞅着还算完整的一扇 谁承想这一翻过来后 那简直是一片狼藉 所有的扣子都开了 所有的袋子也都开了 半截肩膀头 就那么明晃晃地 露在外面 里头桃红色的小肚兜 都清晰可见 九皇子有点不淡定了 刚在李王府 经历了那么一出 回到家又整了这么一场 这到底是要干啥 还让不让人火了 得亏白和然 给了解毒的药丸 否则就这么个考验法 她得是什么定理 才能经得起考验 如果经不起怎么办 这死丫头才十二岁 开玩笑吗 她气得直跺脚 转了身就坐到床榻边上 可这才刚坐下 都没等喘口气呢 身后突然就伸过来一只脚 罩着她的后腰 狠狠地踹了过来 九皇子平日里 是十分机敏之人 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被成功暗算过 所有想要暗算她 行刺她的人 那是死的死抓的抓 连逃走的都没有 然而这一次 却在自己屋里翻了船 被白珍珍一脚给踹地上去了 九皇子心里苦 这一下摔得倒是不重 可是丢不起这个人呢 她就想不明白了 白珍珍你睡我的床榻 抱我的枕头 起我的被子 我都没说什么 你倒好 上来给我一脚 这是干什么 然而 这话她只敢付费 却不敢直言 不但不敢直言 还得心平气和地 对凶手表示出关心 她从地上爬起来 没敢再坐回去 只站在床榻边上弯着腰 一脸关切地问向 睡得迷迷噔噔的小姑娘 怎么了 是不是做梦了 本以为一句关心的话问出去 至少也得换来个笑脸吧 结果他们家这小姑娘 就是不按套路出牌 不但没冲着她笑 居然还不知道 从哪摸出来一把匕首 罩着她的面门 就刺了过去 君目处吓出一身冷汗 赶紧侧身躲开 好在这姑娘模样 是挺凶的 但手底下的功夫 实在是太差了 这一刀扎过来 没扎着目标 倒是自己劲儿是大了 差点没从床檐上栽下去 不过虽然没栽下去 模样却也挺狼狈的 大半个身子 都冲到了床榻外头 要不是她扶了一把 非大头朝下磕着地不� 疼 小姑娘差点没哭了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她懵了 哪疼 磕着哪了 肚子 磕着肚子了 白珍珍晃动手里的匕首 一边喊疼还一边倒 大胆小贼 居然敢夜闯本小姐和亲 今儿不扎死你 我就不笑白珍珍 她还想扎呢 君慕处十分无奈 这哪里是你的卧寝 这分明是我的卧寝啊 再说了 就算是你的卧寝 我来也就来了 你至于闹这么大动静吗 还动了刀 你这匕首哪来的 睡觉身上还带着冰刃 你也不怕翻一个身 伤着自己 白珍珍这会儿算是清醒了点 看清楚被自己行刺这人是谁了 可还是迷迷噔噔地问了一句 你怎么跑我这里来了 怎么进来的 翻墙 我说你们兄弟俩怎么都好这一口啊 说殿下来见我二姐姐也总是翻墙 搞得我二姐姐说她是属猴子的 九皇子抽了抽嘴角 她本来就是属猴子的 说话间从榻上把被子拉了过来 果断将这小姑娘给裹了个严严实实 睡懵了吧 不记得自己睡哪了 你好好看看 这哪里是你的闺房啊 分明是我的慎王府 啊 慎王府 白珍珍一晃脑袋 终于彻底清醒了 对啊 我是在慎王府 说着话揉了揉眼睛 再瞅瞅刚刚睡过的床榻 布满得道 你的床怎么那么硬 睡得一点都不舒服 你家里很穷吗 为什么不能多扑两层褥子 一边说还一边捏了捏 捏身上披着的薄被 这是什么被 又薄又扎人 跟我平时惯用的蚕丝被面 简直没法比 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皇子 哪有皇子睡觉的地方 这样寒酸的 他失笑 床榻铺得太舒服 就容易睡得沉 睡得沉呢 就会失去警惕 而我最不敢丧失的 就是警惕 因为一个不小心 就会丢了性命 睡得好不好 跟有没有命睡觉比起来 太微不足道了 他听得愣住 直勾勾地看着他 君慕处心头泛起暖意 伸手揉上他的发 不用担心 我读功夫很好 不会给人可乘之机的 怎知道这小姑娘 根本就不是心疼 她这种自虐般的习惯 而是在郁闷 自己将来的生活 我的天哪 难不成等我嫁给了你 搬到你的圣王府来 就要告别我 软乎乎的床榻 告别我那蚕丝做成的背面 跟你一起睡这种硬板子 都说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可是你好歹 给我搭个软和点的窝 我说我这腰怎么这么疼呢 你快给我看看 是不是都清了 她说完就转过身 掀了被子就掀衣裳 吓得君慕处直接跳了起来 等会儿 你等会儿 君慕处从来也没有像 今晚这般尴尬过 这真是一个女人 胜过千军万马呀 她面对再强悍的敌人 都没打过处 但是今晚 面对白珍珍 她是真怂了 珍珍 咱们好好的说话就说话 不戴仙衣裳呢 还有 你那衣裳原本 也没怎么太穿好 姑娘家的 还是要注意形象 你好好穿穿 好了叫我 我再转过来 白珍珍这才想起来 自己睡眠的姿势 一向不太雅观 她娘已经说过她很多次了 可她就是改不了 本来她娘还想着 等到临成亲之前 提前半年突击 给她好好立立规矩 没想到 这黎珍的半年 还有好几年呢 就提前露了下 珍珍是人算不如天算 想到这儿 她抬头瞅了瞅 面前这个人的背影 越瞅越好看 越瞅越帅 越瞅越上瘾 结果瞅着瞅着 就把腰疼这个事给忘了 也把整理仪容仪表 这个事给忘了 君慕初等了好长时间 也没听到身后有什么动静 不由得问了句 好了吗 白珍珍稀里糊涂地答道 好了 结果她转过来时 看到的依然还是跟之前一样 衣衫不整的小姑娘 唯一不同的 就是刚才她将将睡醒 还懵懵的 但这会儿 却是一脸的花痴香 嘴角还流着口水 时不时地还舔一下嘴唇 像极了一只 看到小羊羔的大灰狼 她就纳了闷了 就想说 这姑娘的神经 是不是太大条了点 这都什么时候了 一般正常女子 不都是该娇羞满面 慌慌张张地 赶紧把自己给穿好吗 这怎么还要精神腾饭花痴呢 她突然就想起 从前那些个削尖了脑袋 想尽各种办法 往她踏上爬的女人 好像就是这种神情 这种流口水的样子 她真是烦死了那些女人 见一个就要看一个 从不手软 可是真就奇了怪了 别的女人试图爬到她踏上 没等沾边呢 她就想杀人 却偏偏这个白珍珍 都在踏上睡一觉了 睡得一屋子 都是她身上那股子 还挺好闻的香味 几乎盖过了 她惯用的檀香 可她却一点都不烦 不但不烦 竟还觉得十分安心 好像日子就该是这样的 好像这间屋子里 有了这么一个 精怪的小姑娘 突然变得充满生机 连空气都活跃起来 何况这个姑娘 跟那些个雍之俗粉 并不一样 她饭花吃也只是对她 之所以对她 也不单单是冲着她这张脸 更不是冲着她皇子的身份 她敢当街拦她的马 也会偷偷等在宫门口 就为了看她一眼 这些她都记得 她还记得第一次 见到她时 这个二呼呼的小姑娘 就被她记在了心里 并不是因为 她是谁的妹妹 她就是她 君木初走上前 一脸的宠溺 我又不是好吃的 至于你缠成这样 口水都流出来了 她拿了帕子 给她擦擦嘴角 然后亲自动手 帮她将衣裳 一层层系好 扣好 虽故作震惊 然而业务 实在是太过生疏 以至于好几个扣子 都不知道该怎么扣 十分纠结 白珍珍干脆自己动手 一边扣扣子 一边问她 是不是常干这种事 我看你挺淡定啊 听说想勾搭 你的女人可多了 也有主动往踏上爬的 每一个你都帮她们 穿衣裳 君木初摇头 本王没那个兴趣 为她们穿衣裳 相反的 我会将她们的衣裳 脱得更彻底些 哼 连皮也一起脱掉 然后扔出去喂狗 她一哆嗦 差点扯掉了一粒扣子 她赶紧又接了过来 帮她扣 傻姑娘 你怕什么 她们如何能跟你比啊 你是我认定的 未婚妻子 渗王府就是你的家 你做什么 都是我乐意的 何况你方才不是说了 早晚会嫁过来 早晚要与我睡到一张榻 放心 到时候你嫁过来的时候 我一定提前 将这张床榻 扑得软乎乎的 背面呢 也换上蚕丝 鼠袖 其他的你看看 喜欢什么样的 我叫人照着你的心意改 褲子扑软一点就好了 她笑嘻嘻地同她说 别的不用改 不能因为我来了 就把你这里改得 跟我自己的闺房似的 吓人们会笑话你 他们不敢 终于最后一粒扣子扣完 她松了一口气 坐到了她的身边 小姑娘也坐好 双腿圈着 手肘支在膝盖上 两只手托着下巴 眨着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看着她 就像在看一样 喜欢已久的宝贝 虽然宝贝已经到了手 却还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她笑了 看什么呢 好像有了这个小姑娘之后 她就经常笑 把前二十多年没露过的笑容 在这短短的日子里 都给笑了回来 因为以前不笑 所以笑起来依然显得很生硬 但是眼睛却骗不得人 满满的真挚 看你啊 她实话实说 长得真好看 也没有以前那么吓人了 居木处 你还是要多笑笑 你一笑起来 我就没有那么怕你 你不知道你从前多严肃 当初我们府上二夫人做寿宴 你一出现的时候 我差点没吓哭了 腿都软了 胡说 她对这件事很有发言权 当时你跟你二姐姐两个人 可是在人堆里聊得热火朝天 你还说我会吃神 我没记错吧 她眼里忽然贼光蹦现 整个人跪了起来 身子往前探 直接探到了她的下巴底下 隔了那么久的事你还记得 居然把我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 说 是不是那时候就对我动了心思 她张了张嘴 想说不是 可是突然意识到这是个坑 不能这么往里跳 这种时候如果说了不是 就一白针针这性子 还不得跟她打起来啊 可要说是呢 那就是说谎了 当时她还真没想那么多 毕竟那时候去文国公府的目的 是给白鹤染撑腰 这小姑娘能入得了她的眼 完全是因为二出了一定的境界 但话能这么说吗 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昧着良心选择点头 毕竟保命要紧 谁承想 她点了头命也没保住 小姑娘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脾气 居然伸手掐住了她的脖子 咬牙切齿地跟她算起账来 你都动心了你不早说 害得我跟个傻子似的 日日夜夜猜你心思 又想你又怕你 难过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你知不知道 当初我被我爹扔在皇宫门口 不管时 我多希望你能突然出现 不指望你能给我撑腰 就让我看你一眼 我都会多几分力气走回白家 还有 我为了能给你多些瓜葛 我大半夜的去挖阎王殿的墙根 我容易吗 你那阎王殿多阴森恐怖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我做了那么多 结果闹了半天 你早就看上了我 就是别心里头不说 脸睁睁地折腾我 你暗得什么心啊 小姑娘委屈得都掉眼泪了 我要早知道 那时候你心里就有我 我肯定直接就来神王府找你了 哪里还要费那些个功夫 让自己遭那么多罪 劝木处 你知不知道 女孩子喜欢一个 遥不可及的男子 是一件多悲哀的事 我那时候都觉得 我可能是魔障了 也太不要脸了 谁说要是传出去 我还怎么见人啊 可惜道理都懂 就是管不住自己 她心疼得不行 也开始懊恼 要是早知道 这姑娘注定是自己的妻 一定早早地 就将人揽在怀里 说什么也不能忍心 让她遭那些个罪 她一个大男人坐享其成 却让个小姑娘 费尽千辛万苦地道追她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主子们好 咱家是您的贴身总管 小鹿子 鹿青竹 这次啊 就以太监江月的身份登场了 希望小主们 不要嫌弃咱家嘴笨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声 请不吝点赞 转发声